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腌制15分钟 加入盐 然后倒入生抽 我们把五花肉搅拌均匀 然后让它腌制入味 接下来我们在碗里面倒入粉蒸肉的佐料 然后把腌制好的五花肉 全部给它均匀的裹上这个蒸肉米粉 然后把腌制散毫 environment 最后放入腌温 大腌之砂 把腌制出来 开着 打开 先来 撒纏 盖上锅盖 蒸10-20分钟 20分钟过去了 应该倒就熟了 现在把它拿起来 熟30分钟 煮好的 entire面 煮粉 ips 哦 煮的 煮超微黄 煮沸騰 煮沸騰 其实真的蒸好的五花肉是可以直接吃了 但是我们把它加上个另外一个盐 我们在锅里面留一点底油 然后把大蒜炒香 然后倒入辣椒结 倒入炸好的五花肉 加入蒜苗 好了 我们的斧子肉就做好了 里面这些是炸过的五花肉 外面是清蒸的粉蒸五花肉 非常特别的一道菜吧 而且口感也很好 大家在家里面也可以尝试着做一下 好了这期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请继续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 看我看我什么事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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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